下一位歡迎林怡貞 怡貞 嗨大家好我是林怡貞 我又回來了 容許我帶個大槽 不怕我忘記很多 好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就是在旅行這方面的故事 雖然我好像 不是說 活了很多歲 但我 我去過一些地方旅行 然後我等下要慢慢講 然後我 先想問大家第一個問題 但是你們不用回答我 就是你覺得 對你們而言旅行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之後會再問你們 喔 欸 欸 喔好 然後對我而言 就是我覺得旅行不僅是 就是走馬卡花看風景 這樣子而已 對我而言旅行 是一種 嗯 在當我旅行回來之後 它會 持續的改變我對我現在生活的想法 然後是一種很深刻又長久的 嗯 一個活動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再講的第一個地方 當是我 就是 剛剛我放的那張圖片 是我 去年18歲的時候 送自己的一份 成年禮 是我要去 其實我本來想要環島啦 當然就是 我就是 失敗了流團 然後我就決定 嗯好吧那我要去印度 這樣 然後我透過的是一個 維克公益行動協會 這樣 好我剛找到一樣有透過那個協會去的同學 然後我去的地方叫印度 然後它那個城市叫做法伊札巴 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我實在是收了很多圖 我找不到法伊札巴 所以大概是在這附近 好 它在北印 然後據我們那邊的村長 他說就是隔了內座山 就是尼伯爾了 但內座山就是很高 也是過不去 好 再來 喔然後這是我去印度 呃 就反正我們要先到德里嘛 因為法伊札巴沒有機場 所以我們先到德里 然後再轉到這個小鄉下 然後這是我第一眼看過去的 呃樣子 就是 就像其實你說它宜蘭 就是我也不會覺得 欸這張圖有什麼問題 這樣會花蓮 嗯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 不是你想像的很誇張的樣子 但唯一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不管我去印度 還是一些比較開發中國家的地 就是都是泥沙路 所以無法有大車子 所以那邊其實是 沒有什麼車子會過 然後我也摩托車 摩托車是一種交通工具職業 就你可以打車 或是打摩托車這樣 然後大部分人都是靠腳跟腳踏車這樣 然後我去是因為透過做志工去嘛 那其實我本身是因為就是對小孩子 就是非常 教小孩很有興趣 跟旅行很有興趣 就覺得啊 只不過一邊教小孩 一邊可以玩 那真的太棒了 所以我就去做了這個事情 然後我去當地的一個 我們是跟當地的一個NGO叫BBA合作 然後他們是專門做解放同工的這樣子 然後解放同工就是他們專門 其實因為科法中國家的同工問題都還滿嚴重的 所以就是他們讓很多就是從工廠裡面解救出來的小孩 或者是當地還沒有上學的小女生 他們就都一起來學校 然後這是我的小孩 他叫Niha 然後我為了背他們印度的名字 我大概花了一個禮拜吧 還背起來三十個名字 超難背的 真的超級難背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要講一下 我這邊在 除了教英文之外 我們主要就是教英文 我們還有一些教那種小科學實驗 或是台灣文化 然後有人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畫這個東西 有點難 差不多 對阿 是天燈 就是小天燈 是 是同一個時期會出現的事情啊 對不對 除一跟十五這樣而已 幹嘛這樣 就是因為其實 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在印度好了 先講 我等一下我之後會去非洲 然後在印度或是非洲的話 其實那邊的教學方法都是一個很自私化的 所以他們其實小朋友就是每天就是念課本 你他們英文其實沒有很好 可是你叫他把英文課本從第一個字 然後做一個字 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他不懂中間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要給他們帶來一種 比較不一樣的教學方式 所以我是負責教英文的 然後我們有什麼唱歌啊 玩遊戲啊之類 然後還有人是做美術或是 這個他們要教他們怎麼樣做泡泡 但這有點困難 所以他們其實不懂吸跟吹 就是會一直不小心吸那個泡泡水 然後我們要教很久 然後他們只會吹泡泡 好 然後這是我跟我的夥伴們 我們英文組的 好的 然後 所以除了一般除了上課之外 我們還會去就是每天下課 我三點就下課了 然後我們只有時間就是田野調查 好啦我自己說是田野調查 因為其實也不能走太遠嘛 只有雙腳 所以你只能就入鄉參訪這樣子 然後去那邊就被當作 就像我們在那邊看到外國人一樣 被別人當作外國人很新奇 大家都會想來看你 然後這是一個路上看到的很可愛小孩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把自己的臉弄得白白的 好 然後這也是路上的小孩 然後介紹一下在那邊 喔天啊只有三分二 好 這是印度當地的主食啊 就是 印度我應該是念Roti吧 嗯 就是那種印度抓餅烙餅 然後他其實 真的就是他那邊這樣烤起來 然後他還會自己這樣膨起來 就變成 可是其實吃的時候還是扁的啦 反正就是印度的主食醬 然後我去印度14天喔 我14天從早餐到午餐到晚餐 我都吃咖哩 我除了14天乘以3的咖哩 42份咖哩 導致我回來之後 有大概從兩個月都沒有 我說我不想再看到咖哩 太累了 好 然後這是除了 嗯 因為除了你跟小朋友接觸之外 他有一些就是在學校幫忙做事的 媽媽他煮菜 然後他是 嗯 後面年迷藏的功能 好 這是我剛放的圖 他是我在 喔因為我是在女子學校工作嘛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都是小女生 可是我在外面認小男友就是 他是小男友A 他是小男友B 這樣 他是我 我們每天下鄉的時候他都會來找我們玩 好 然後再來就是喔 好 再來就是我去了喔 然後經過去年暑假這樣 然後我就 就 就 就深深的愛上 我覺得是去到一個 你們覺得可能是 嗯 物質就是條件很差 環境很糟糕 你去那邊要幹嘛 很危險吧 你真的可以這樣嗎 在地方 諸如印度 你可能覺得非洲也是這樣 可是 其實去到那邊 你會覺得 雖然他們在真的很艱困的環境下生存 可是他們其實每個人 你的物質運用變少了之後 其實你是很容易可以很快樂的 很簡單很快樂 就是像剛玩那個吹泡泡 大概玩他們一個下午吧 就他們還是很開心的小朋友 好 然後之後呢 我在一年幾一的 欸 我家的一個組織叫ISAC 然後我透過他去了坦桑尼亞 然後這坦桑尼亞的試意圖 反正他就在肯亞附近東非 然後其實他是 就是非洲發達的國家 如果大家去非洲的話 就是建議他是東非 西非有點危險 好 然後其實這就是 非洲的樣子 就其實你要說他宜蘭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好啦 欸有車啦 有車啦 欸這有 等一下這有柏油路喔 就你看喔這有柏油路 這其實是坦桑尼亞 數一數二發達的地方 有柏油路就是一個證明 所以以後大家出去 去一些開發中國家 就會知道有柏油路就是發達的證明 好 其實這不是我帶的地方 因為我帶的地方比較想像 然後欸還有Shopping Mall 先進吧先進 當然就這麼一個而已 呵呵呵 而且要進去那邊很難 因為那邊交通很亂 就是會大概要塞個三十分鐘才進得去吧 然後對然後其實 雖然有大家看起來光線要連非洲 那這個可能才是你們覺得那邊會有的樣子 對非洲垃圾問題很嚴重 好然後一樣我兄弟妹還是去教小學 然後呢 教小學就是教小孩 然後這是我的小學生們 我帶的是一個四年級的班 但這不是四年級的班 只是他們每個每天都會有那個喝茶時間 十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坐在庭院一起喝茶 然後就跟他們聊天 其實他們英文蠻好 因為我上了上學教書的地方是一個用英文教課的小學 這樣好 然後這也是我的小男友C吧 呵呵呵 就是也是一個小賽哥 然後二年級他很好笑 好 然後這也是 喔 這個應該可以知道是什麼了吧 是嗎 呵呵呵 紅包啦 紅包 好難過 怎麼辦 我沒有時間了 好對不起 我快快講完 就是 因為其實我是要喊假的去 所以我基本上是在那邊過年的 有點落寞有點難過 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讓那邊的小孩知道什麼是過年 雖然有點難 然後我就設計了一個活動 就是 叫他們講吉祥話的活動 然後還有英文跟中文 然後就說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發小糖果喔 然後做人是你媽就跟我講恭喜發財喔 然後每個人就要學怎麼講恭喜發財跟新年快樂 然後還要寫中文字 呵呵呵 也狠狠啊 可是看他們學就是 讓他們知道說我覺得其實 這是一個祝福的意味吧 好像放天燈一樣 就是 其實因為我都有要求他們在天燈上面 欸沒有 那天燈上面寫一些小願望什麼的 然後你會看到其實有人的願望很簡單 譬如說他希望他 常年在外工作的部分可以跟他們回家一起住 譬如說他 希望一間可以不要漏水屋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唉真的是有點心酸 就是不是說我愛一台PSP 或是我要什麼線上遊戲之類的 沒有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留言 然後那我也告訴他們說就是 嗯我相信你就是很認真好好努力 因為其實能在這邊受教育的都是已經算不錯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期望有一天他們也可以就是回來 然後改善自己的生活 改善他們這邊的生活 好然後這是我工作的夥伴 然後這個跟我去印度比較不一樣是因為 我在這邊工作的夥伴都是 外國人 然後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其實這是從南非來的 欸Botswana 就是很靠近南非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在那邊 然後那是我另外一個從台灣來 但是我們在坦桑尼亞才認知的人 喔然後再介紹一下當地的一些 呃就是叫什麼吃的部分 還要再猜是什麼嗎 欸不是喔很像 欸不是好了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 他叫薯條煎啦 且就這樣稱呼他 反正呢這是一個坦桑尼亞 吃到哪都會有的食物 他是薯條加蛋煎起來 然後吃起來其實超級好吃 我覺得是數一數的好吃又很便宜的 醬子要30塊而已 就可以吃一餐 然後但這不是最特別的 最特別的是這一瓶醬 就我在那邊看到那瓶醬 我第一個想法是 天啊這根本就是蚵仔煎的醬吧 然後重點是他吃起來真的跟 蚵仔煎的醬一模一樣 超可怕的 真的超級可怕 就是一種要 像假的紅色的那種醬 然後就是配這個吃 反正就是很特別 然後就在那邊啊 就是水果很多嘛 熱帶地區 然後鳳梨超級好吃 一點都不會掛舌頭 天啊好想吃喔 就是很好吃 然後這是我住的地方啊 然後這是我住的另外一個地方 好然後就是我結束了我的教學工作之後 我就開始當一個背包客 就是行動 跟我另外兩個朋友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了一些博物館 然後其實這張鬧片 我是要讓大家看一個端倪 大家有發現我什麼不一樣嗎 欸對好聰明 就是我去 我在我的頭髮做了一個大改變 就是 登登 然後我去編髮了 然後這好像也不是好像 就大家去非洲都會想要嘗試一下編髮 但我想要編一個很厲害的 那種貼頭皮的 可是那個編髮的人跟我說 不行不行 你這什麼頭髮 這樣我編不起來啊 然後就很生氣 所以我之後只能編這個 然後編這個頭不能洗喔 然後據說 據他們的說法是可以撐一個月 然後不要洗頭 然後就這樣子每天 然後高溫30幾度 但我撐個三天就放棄了 就是我編完 然後編完三天之後太熱了 我就決定不行 我一定要拆掉 好 然後 去了看博物館之外 剛那個是一個他們的國家博物館 不怎麼樣 好 我還去了旁邊那個小島 叫桑吉巴島 然後其實看這張照片 大家應該不會覺得他是在非洲 因為大家可能對非洲的印象是沙漠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 喔對 宜蘭 我這麼喜歡宜蘭 沒有啦 這就是 一個外面的小島啦 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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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就是其實 有很多時候你要去真的要去旅行到一個地方 你才會 拋開對那裡的成見 然後才會你有新的想法說 欸原來 那邊的人生活是這樣子喔 原來生活是可以這樣子過的感覺 他們生活很free 就是一個觀光島 然後這是我們一起就是坐船出海旅遊 然後認識的 認識的人 兩個外國人是路上認識的 欸 船上認識的 然後是一個很很帥 那個欸 丹麥老爹 他成為我那時候的 就是超喜歡的人 因為他很帥 他就是我們要那洋帆啊 然後帆要倒的時候 他很很英勇的 就是去跟那個船員一起 然後就覺得喔實在太帥了 然後他就很棒 然後他從烏干達旅遊過來 然後年紀大概六十幾歲了 然後他還有騎什麼 反正就是做了很多瘋狂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喔原來 這生命活到六十幾歲 還是可以這樣逍遙的生活 然後這是我在 因為我說我在那邊過年 所以我在那邊吃了黏液飯 就是長這樣子 一點黏液的氣息都沒有 好然後這個就是 非洲的最高峰吉利馬扎樓 我沒有爬他 我嘗試想要爬他 但我放棄了 因為我覺得我太廢了 我沒有受過任何的訓練 我應該不適合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只能遠觀 然後再來就是 好最後 好最後就是 反正我還去了一個 Serengeti大草原 然後我看到了大象 斑馬 欸什麼長頸鹿 還有獅 欸那是什麼 野牛 對好聰明 獅子跟這什麼 哇 河馬好聰明 然後我還去當了毛利人 喔好啦 拜託讓我講最後一個就好 我想要講一下這個了 就是 真的最後一個了 然後 他就是 其實我在台上一波多的 就是因為我去了第一天 我要搭國內航班 然後我的飛機票就會取消 所以我就 就人生地不熟地 收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沒有認識的朋友 不會說當地的語言 然後我還沒有飛機票 我身上只有美金 沒有當地的線鈔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我要怎麼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的時候是他救了我 就是他是一個訂飛機票的人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 就是 我在那邊待了大概六七個小時 我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就是 我現在沒有飛機票 你可以 然後我就說 你可以幫我重訂一次嗎 他說他重訂是明天早上 就是你才有飛機 那我說我可以繼續待在這邊嗎 就是 就其實你在那些異地 就你會遇到一些困難 跟一些就是 嗯 你覺得 當下遇到的很糟的事情 可是你 當你後來再想一想之後 就是你在那邊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遇到了一些人 那他幫助了你 或是他 甚至只是一些陪伴 你就會覺得很溫暖 然後這是我覺得 我在旅行中 就是找到了很多 嗯 怎麼樣生活的動力吧 就是其實 你要 就關心你身邊的人 然後就是簡簡單單單的 就是 成為一個很溫暖的人 我就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謝謝他 然後 好了沒有了 謝謝大家